主料,剩馒头一个,鸡蛋一个,辅量,油,盐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所需原料,剩馒头一个,鸡蛋一个,把剩馒头切成片放入盘中备用,鸡蛋加入适量盐打散备用,把切成片的馒头放入打散的鸡蛋中,使馒头两边都均匀裹上蛋液,锅里中放入适量的油。 把锅好蛋液的埋头,放到锅中,煎到两面金黄,即可,湿的时候可以蘸完茄酱,也可以撒上一点孜然,会很香,烹饪技巧,只需十分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